今年截至到8月底的交通事故超过24万件 其中因为机车事故而死亡的人数还多达了1298人 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了机车事故伤亡严重 因此未来会考虑新增机车的路考制度 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驾训补助 希望驾训班增加实际的道路训练 而第二阶段则是未来实施机车路考 但是实施的方法 路考环境等等的细节都还在眼里当中 只是机车不像汽车有副驾驶座位 这样一来教练会是监考老师要怎么跟车 也是讨论的一大重点 执行机车突然气换车道 撞飞旁边骑士 还有机车闯红灯撞上公车 车祸事故频传 交通部统计今年截至8月底 有24万件交通事故 其中因为机车事故而死亡的人数 多达1298人 现在交通部要研议 新增机车路考制度分阶段进行 但机车不像汽车副驾驶座 可以坐着考官 这样子教练或监考老师要怎么跟车 如果他们有做现场评估 他们觉得可以的话 这一切尊重他们的专业 直接上车座后座 有一点太恐怖了 我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辅助 那他如果失控了怎么办 公路总局初步回应 细节还在规划中 未来会先从驾驯班开始试办 有两种方案正在讨论 方案一等驾驶人取得正式驾照后 再执行道路驾驶体验 这种方式比较容易执行 方案二则是上驾驯班期间 考照之前先取得学习驾照 再进行道路驾驶体验 但因为没有正式驾照 得考虑保险制度 费用补贴甚至设计修法 因此还要再演绎 最终的目标就是 除了在教训方推广以外 也可以正式纳造我们的一个考验项目 教练车目前是没有绝对入圈 如果假设发生造势的时候 其实那个学生会有一定的 那个刑事责任 先进国家他们在执行道路训练 有点像车队的形式 比如说五个学生会配置两个教练 一个教练是带队 那一个教练在后面去观察 这些学生的驾驶行为 正在建议可以借进其他国家的制度 但还要考虑到台湾的交通状况 综合评估后再上路实施 记者和周伟杰新闻新报道 面对敌军频频威胁 22号晚间陆军六军团 进行联勇夜间操演 出动包括眼镜蛇直升机 CM11战车 标枪飞弹等等的武器装备 另外在上百发照明弹的威力照射之下 整个宝丽山靶场炮声隆隆 场面十分震撼 三军联训基地炮声震耳欲聋 照明弹发射瞬间照亮夜空 火炮精准轰击 场面震撼 自然吸引军事迷前来 陆军连演炮声隆隆 实在非常壮观 太棒了 我们国军太英勇了 展现我们英勇的实力 屏东三军联训基地 22号晚间陆军六军团进行联勇夜间操演 出动包括眼镜蛇直升机 CM11战车 标枪飞弹跟云爆八轮假车等武器装备 另外在上百发照明弹的威力照射下 整个宝丽山靶场炮声隆隆 据了解陆军六军团269旅 进行夜间实弹测考 主要目的是为了隔天的日间作战 先驱离敌军警戒部队 消灭外围保护层 主力部队白天在发动反击 因此2324号两天也展开日间攻击操演 经过这次的演练 我觉得我们国家是很有希望 他们都很辛苦 他们的训练也是众所皆知的 毕竟敌军动作平平 国军也落实各项训练 强化官兵作战能力 继续提振国人对于国军的信心 记得苏织尾片报导 新北市土城区 有酒醉男子下注运彩 疑似平平没中奖 怒呛店家泄愤 店家找来远警帮忙 但男子并不收敛 还标骂远警五字经 结果当场被压制上号 即使酒醒之后有诡异 但是妨害公务 还是被判处 拘役20天得益克法金 九岁男子赖在彩券豪门口 店家劝也劝不走 只好请来远警帮帮忙 警方一劝就是好几分钟 但是男子不配合 而且还越长情绪 越激动 远警慢慢说 男子却不要骂了五字经回敬 这下残被压制在地 但没想到他还是不熟练 事发在新北市土全区 而九州的神星男子 疑似买运彩瓶瓶共沽 就怒呛店家泄愤 随后还动手敲打了 彩券行的玻璃 店家要打烊时 男子却勤也请不走 而远警到场后 男子又侮辱远警 惨被送办 事后被罚院依妨害公务罪 判处了拘役20天 得益克法金 我们目前是还没有遇到会敲玻璃 可是就是会有碎碎念 还是就是说 这个都是骗人的 还是怎样 他讲什么 我们就是不要去跟他回嘴 就是尽量安抚他的情绪 当时彩券行低调不受访 只透露这名男首客 酒醒后已经登门道歉 也提醒民众 彩券控窟不要不开心 免得彩金没有 还要负上行责 或是赔偿金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 台南街头上演了行车纠纷 小客车的驾驶 疑似不满 机车骑士明暗喇叭 随即在路口停等号制时 拿出了辣椒水朝着骑士猛喷 之后就离开现场 警方事后对驾驶提出 涉嫌伤害罪侦办 而受伤的骑士呢 也到原验伤之后 提出伤害狗族 身穿蓝色上衣的机车骑士 来到前方入口 准备停等红灯 这时白色轿车 像是有备而来 只见驾驶车窗摇下 手中辣椒水 朝对方猛喷 突如其来惨遭袭 骑士错愕 只能连人带车 往旁边一闪 驾驶一阵狂喷猛洒 得手后 油门一踩 火速红灯又转逃离 但骑士不甘白白被攻击 追上去理论 事发在20号中午12点多 开车的是一名陈信男子 与许信机车骑士 稍早前在康热街路上 发生行车纠纷 许信男子疑似按喇叭 引起陈信驾驶的不满 才会在府前路与金华路口 趁着停等号制时 拿出辣椒水攻击对方 随后驾车逃逸 援警事后获报后 也立即通知双方道案 并且依伤害最前来受理侦办 那影片中所见的 红灯右转违规的部分 我们依规定来举发 将处600元的划缓 事后许信骑士到医院验伤 对驾驶提出伤害高速 只是因为不满被按喇叭 就当街喷洒辣椒水 离谱行径也吓坏路过民众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